觀眾朋友大家好 大家午安 歡迎收看前景新台灣 我是許桂亞 台中第二選區立委的補選 藍綠兩位候選人 最近遭遇的時候 有一個特殊的現象 就是說 我來你就來 那到底是誰跟著誰的行程呢 因為林靜寧的行程多數都是公開的 那反倒是行程 不說要來 顏寬恒 他也出現了 而最近顏寬恒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他的選戰的策略改變了 他要幹嘛呢 他要反手圍攻 我們來看有一個事件是震驚社會 是超商店員因為他勸人家要戴口罩 結果被這個顧客拿雕刻刀刺殺 還傷重死亡 顏寬恒就拿這件事情來電小英總統 我們來看的是顏寬恒在他的臉書上 PO文 文章在這邊 那其他他還做了一個相關的梗圖 他說什麼呢 他說 蔡阿姨 你的社會安全網在哪裡 網得住風向 但是你網得住不孝分子嗎 不過由於是顏家說比較白的 大家都知道他們的背景比較敵俗 因為這樣的特殊背景 所以顏寬恒反而是被網友給酸爆了 人家就講說 顏家你說台灣治安不好 點點點 然後黑道問人家社會安全在哪裡 點點點 台灣的台中的治安是想蓋賣的 那你貴違海縣老大的兒子不用出來維護一下嗎 這個是網友的觀感 另外我們來看到這一邊 引用這一篇文章 這是顏寬恒寫的沒有錯 但是這個是律師林志群他來吐槽 他吐槽什麼事情呢 他說顏家提出這個問題其實是蠻特別的 有一個特殊的說服力 因為顏家都可以出來選 可見真的小英總統你是枉不住 所以他要小英總統去檢討一下 但是我們來思考一件事情 為什麼顏寬恒一出手 網友的酸度破表 我們再看看是一個在中二選區的一個現況 我們之前要討論過就是陳柏惟他在苦行的時候 不是有人要幫他加油 但是不敢用說的 所以剩下手頭 加油兩個字 那有太多這一些小市民 他們面對某一個勢力 其實都會怕怕 那我們現在看到是批戰袍是林靜宜 林靜宜他就講說在選區裡面 本地都說好事 這塊銀棒說要給我看 但是有部分的民眾跟他反應說 覺得承受的這個壓力 壓力太大了 抱歉 真正跟你答應了 現在我們就必須要婉拒了 靜宜是說他可以理解 但是他也質疑說 不然這個地方的勢力到底是怎麼樣 是一個什麼樣的盤根錯節呢 那你看顏寬恒他花心力在攻擊 最近我不是說他反手為攻 攻擊高端 攻擊社會安全網 可是關於他們家的比方說財產 或者是家族事業爭議 說不清楚 我們來看一個 這個是台中港105號碼頭的爭議 這是一個比較新竄出來的電子媒體 叫做林傳媒 林傳媒他針對這個105號碼頭 他們有一個獨家調查 而且其實蠻有分量的 他們的獨家報導是這樣 台中港的105號碼頭的招商內幕 內幕是什麼呢 不僅說發現了 顏清彪的長子顏寬恒在擔任立委期間多次來關切此案 而且偏偏是顏家人 他們是要來逼的 你又來關切 這是不是有什麼樣的問題呢 他說中間一個關鍵角色 為什麼這個碼頭從攻擊會變成民營 是不是有被操作的痕跡 而且顏寬恒他在立委任內 非常少數的這個質詢次數當中 光是這個105號碼頭的招標 不只是有質詢 而且包括有提案的部分 前前後後關切的次數 至少有五次以上 那其中我們來看到的是 這個是2016年的這個時候 那顏寬恒他有提一個案子 他說裝卸的碼頭 裝卸的業務 有業者他們說提出了投資的意願 怎麼會被你否決 你怎麼可以否決 於是他很不滿 因此他對台中港務公司 主張要簡列預算 而且還要凍結預算 為什麼會這麼樣激動呢 顏家人在標105號碼頭的同時 這麼巧的顏寬恒又在質詢 在關切的也是105號碼頭 難道都不用避嫌嗎 好 今天我們開始更多談之前 先來介紹來賓 首先歡迎的是民進黨立委 王定宇 各位大家好 好 歡迎資深媒體人王詩琦 大家好 以及歡迎台灣基進的前立委陳柏惟 大家好 謝謝 我也是林靜宇競選總幹事 好 來 林靜宇競選總幹事 好 來 我們再歡迎的是 政治評論員李正皓 大家好 還有國民黨的文傳會的副主委鄭世偉 大家好 我們先來看我們來看到的是 先看四大公投案的部分 那重啟核四這一題 國民黨裡面真的一直笑不得好 我們看到侯友宜 另外一個是宜蘭縣長領姿命 他說 這些兩個人就沒有了 他們就是不懂核廢料處理 才會跳出來反對 不過呢 侯友宜跟林姿妙兩個人都有出面來回應 我們一起來看 這次跟宜蘭縣兩位地方首長 就是因為不了解核廢處理的過程 而反對重啟核四 這令人遺憾 前總統馬英九談核四重啟 直接點名侯友宜林姿妙 不懂得核廢料處理 才會反對 公開IP外行的侯友宜 怎麼吞得下這口氣 我一直很了解這個整個問題的存在點 如果沒有辦法去處理核安 沒有能力處理核廢料 我們就沒有辦法去談核廢 這是我始終看到的問題所在 博持馬英九後遺強調自己擔任過11年 核安監督委員會主委對核安相當了解 畢竟新北就是核四所在地 而同樣被馬英九點名的 還有宜蘭縣長林姿妙 沒有安全就沒有商轉 這不是像馬英九前總統他所講的說 這跟政治無關 或者宜蘭縣45萬人民的安全 我們很堅持做對的事 林姿妙重申反核四重啟是對的事 畢竟核廢料存放問題無解 沒有縣市願意承擔風險 藍二重啟核四公投領先人黃世修 撰文大談核廢料直言無感打賭 封裝好有錢領的核廢料 絕對有不少人搶著藥 核廢料的不容易處理 有他的專業問題 更有各地方政府也都反對的問題 那所以這不是一個容易處理的問題 光是藍與核廢料問題 長期協調各縣市接收 遷移問題屢次失敗 黃世修認點看看各縣市對核廢料反應 就知是否合理 我們來看有關於這一個核四相關的議題 國民黨一直都笑不出貨 那我們看到是馬前總統 他特別對於重啟核四這一題 他說當年封存就是為了要現在的重啟 那鄭浩我先請教 他說侯友宜跟林茲廟 他是因為沒有了解核廢的處理過程 才會反對重啟核四 令人遺憾啊 那你覺得說侯友宜跟林茲廟 是因為不瞭解才反對的嗎 不是啦 馬英九不會比較瞭解啦 我承認馬英九書念的 可能比侯友宜或林茲廟多一點 可是他是法學博士啊 他也不是念功課 你在講人家不瞭解 結果侯友宜當然馬上回嗆嘛 說我是核安委員會的主委 你說我不瞭解 可是我覺得關鍵問題是有幾個 第一個馬英九為什麼政治性格這麼的濃啊 馬英九現在已經變成這個國民黨的敏肝磷 吃這個也癢吃那個也癢嘛 就是說你動不動就出來刷一下存在感 動不動就出來刷一下存在感 之前疫苗的時候就說 不要那麼排斥中國疫苗 然後出來刷一下存在感 然後國民黨被砲轟好像沒他的事 因為他不用選舉了嘛 他退休了嘛 然後現在又說這個核四 核四國民黨內部意見是沒有統一的耶 朱立倫是尊重耶 然後林茲廟是尊重耶 林茲廟是反對 侯友宜是反對 所以說其實對於馬英九 跳出來這件事情來說的話 其實是吹奏這個國民黨內部平衡的一池春水嘛 就是大家會不知道怎麼樣 因為現在大家就是說 看國民黨造勢很有趣 就是每一個人上去喊的都不一樣嘛 然後也不會互相干涉 有人就喊四個同意 然後有人口誤喊四個不同意對不對 然後呢 有人就兩個同意兩個尊重 有人喊三個同意一個尊重 有人喊三個同意一個反對 反正就各喊各的 這樣亂喔 就這麼亂 林茲廟是三個同意一個反對啊 林茲廟是三個同意一個尊重啊 朱立倫是兩個同意兩個尊重嘛 然後戰鬥欄是四個尊重啊 就那麼亂 鄭浩很辛苦耶 你要把他們每一個的主張都背下來 就那麼的亂 可是問題是 你亂你的嘛 反正我有我的主張 反正國民黨現在就是互相尊重嘛 結果呢 馬英九 公然去嗆侯友宜跟林茲廟說 令人遺憾 那變成說每個人都要臣服在馬英九這個概念下面嘛 所以這個東西第一個讓他們已經想看笑話嘛 第二個你把侯友宜逼上梁山了嘛 侯友宜他邏輯很清楚 我如果要選2022的話 我千萬不可以支持核電 為什麼 因為中間選民還有新美式選民會反對 可是我如果要選2024要選總統的話 那我就要去思考核電 因為核電在國民黨內是深藍的那種極端英派會支持嘛 他們需要這樣的人來去當他選總統的後盾 所以說對於侯友宜來說他沒有辦法沒有想要回答這個議題 可是馬英九真是害了侯友宜這是第二件事情 第三件事情馬英九最沒有資格講核電 因為核電就是他封存的嘛 好我們來看CDC的記者會 今天記者會是由陳指揮官來親自主持 那從時出席的有我們社區防治組的莊翔副主長兼發言人 還有我們醫療應變組的羅益金副主長以及我 那首先呢我們還是先請我們的指揮官跟大家說明一下 我們目前的疫情的狀況以及我們工作的一個情形 各位記者 女士先生 大家好 大家午安 那我首先跟大家報告我們今天的確定病例 那沒有本土的病例 那境外移入7例 所謂的個案也沒有 那這7例的境外移入是4例男性 3例女性 年齡卻以10多歲到70多歲 印尼2例 柬埔寨 德國 美國 越南 中國 各1例 入境的時候11月8號到11月22號 那這裡面7例境外移入有6例是突破性的感染 我們跟大家也宣布大概就11月25號起 但我們這個預約平臺仍然有 那不過也讓這個可以注射的可進性更好 所以從11月25號起 都可以 像我們前段時間就有去宣布說 第一劑 第二劑的 都可以到這個合約的院所 指定的合約院所來施打 像我們在同一間公開就是在 25號起 就是有那個混打的 混打的必要 那就是 最主要就是 已經接種第一劑 AZ疫苗 隔8週以上的民眾 第二劑的接種 BNT或莫德納 都可以到地方政府指定或安排的 合約醫療院所或衛生所來施打 換句話說 你可以在平臺去做預約 那也可以到 指定的合約醫療院所打 只要在第一劑的AZ 打完 間隔8週後 都可以在這個地方 就去直接安排 然後去打 那今天我們的疫苗的施打的情況 我們在第一劑 打到77.15 這第一劑的涵蓋率 那第二劑的 打第二劑的 已經48.9 百分之 48.9 那今天早上我們開放了 預約 就是第15期 BNT預約的情況 那到 1點 那已經完成預約的人數有120萬7199 那今天早上也有開放了 就是我們的集中檢疫所 的預約 那是開放的 時間是就是可以預約1月1號到2月5號 那到 現在到中午到1點 已經預約的房間數是2554間 那前一批的 在 但這都可以繼續預約 就12月14號到12月31號的 已經預約的房數是1069 然後就要看起來是1月1號起的話 這個需求量比較大 所以就 就今天早上就預約了2554間 好 那我們今天跟大家報告到這裡 有問題可以提出來 主委官好 兩題請教 就是指揮中心 昨天有說11月29號預期會延長二級警戒 那下一階段能不能也跟我們透露一下 放寬措施可能會有哪幾個方向 另外一題是 最近大家一直在討論的第三劑 想問一下目前各個廠牌疫苗的庫存量 大概多少 預估可以讓大家第二劑涵蓋率打到多少 有沒有可能明年初如果有疫苗效期要到了 但是還沒有打完 讓大家滿間隔的 先來打第三劑 你說還什麼沒有打完 就是如果說庫存量明年 就是如果有疫苗效期到了 但是都沒有打完的話 就有沒有可能就是說 讓可能一到三類先滿間隔的 就讓他們來打第三劑 這到第三劑的安排這個計畫 還沒有完成 不過現在看起來 在國外打的第三劑也都是跟原來的 就並沒有不同 那所以當然是看這樣的一個時間 跟專家的一個建議 那就現有的疫苗來做施打 那第二個 第一個還是 目前並沒有特別要開放 因為這時候再過來12月 這也是屬於像我們去年這樣一個秋冬方案 所以不會有特別再大幅度的放寬 好 我們看今天CDC的記者會一樣是佳林 不過境外移入的部分 其實有多個個案都是突破性的感染 好 回過頭來 我們剛剛在聊有關於這個四大公投案 重啟核四的這個部分 馬前總統就講說 啊 侯友宜你不行啦 林姿廟你不行啦 那鄭浩剛剛是評論到說 馬前總統他其實在講這個話的時候 就沒資格 他自己封存 因為那時候我在黨部嘛 我那時候傻眼 因為2014年 我記得很清楚 4月的22號的時候 林姿廟開始爵食 那林姿廟爵食的時候 因為林姿廟也算是這個爵食界的這個老前輩嘛 對不對 結果的爵食5天 27號馬英九就宣布 欸 核四封存 那個時候我們全部傻眼的原因就是因為 我們那時候 其實那時候我就認識黃世秀 然後黃世秀我就知道說 當然他們的政治主張非常非常深藍 可是他們在這種核能議題上是很有戰力的 然後我做青年工作 我們這邊都傳唸唸 然後就是要做一些論述等等的 就沒想要扛5天 你們覺得沒有退縮的必要就對了 當時 因為那個時候就覺得說 為什麼 因為今天那時候是太陽花旋運剛結束 確實 可是問題是 林姿廟那時候覺得是有媒體的聲量 可是並沒有真的引起一個瘋長 你如果真的覺得說 欸 你的主張是對的話 怎麼會因為一個人的改變 可是馬英九馬上就改變 後來就說封存嘛 所以說馬英九 那個時候也扛不住壓力 結果現在卸任了 無事一身輕 不用選舉 沒有民調 然後出來說侯友宜跟林姿廟令人遺憾 並不懂 所以我覺得其實坦白講 真的是我講的嘛 馬英九就是國民黨敏甘霖吃這個也養吃那個也養 然後林維州也舉行剖車 竟然叫朱立倫在22個縣市都辦大型的說明會 怎麼弄22個縣市 那這樣講 新北市侯友宜要來 大型的 台北市蔣萬要來 基隆謝國良要來 宜蘭林姿廟要來 就大型說明會說要挺核四重啟 他們這四個怎麼挺得下去 他們怎麼會有四個同意的發聲 對啊 就沒有辦法嘛 所以說其實國民黨真的要去思考說 到底你的策略是什麼 還是就這樣稀哩呼呼都過去 如果稀哩呼呼過去的話 我要講這個公投本來對民進黨是非常非常不利的 民進黨是做好背水一戰的準備 然後所有黨籍立委黨籍民代 帶著鋼盔往前衝 反正就要衝老贏 可是國民黨現在看起來腳步是混亂的 沒有統一的節奏 好 來 委員我請教 因為其實我們看看 侯友宜跟林姿廟的說法是什麼 馬前總統是說他們就沒有了解 我其實聽他這樣講完 有一句話我想說 有人在談戀愛的時候 不是有一句話叫做因為了解而分開 有一些人他是因為了解了才挺不下去的 可是馬英九是說你們就是不了解 侯友宜說什麼 我就是非常了解 怎麼個了解法呢 我在新北市服務11年 我還當過河安監督主委 河安監督主委 可見那一些相關的細節應該是很知道 沒有能力來處理核廢的話 沒辦法來說你要用核電 然後林姿廟說什麼 沒有安全 沒有商轉 這件事是無關的 他為的是什麼 共僚離宜蘭多遠 8公里而已 為了45萬的縣民的安全 他在做對的事情 反而是你看 徐鎮衛他的說法是什麼 他是說 你現在核廢後放哪裡 你就放哪裡 意思就是說既然在新北就在新北 叫他要吞下去 你怎麼樣來看 第一個我們知道為什麼 侯友宇會擔任那個河安的什麼主委 因為新北市的核電廠最多 新北市不只核電廠多 人口也最多 然後我看到連廟廟 林姿廟 四十五萬人口都知道要緊張 你知道新北市的隔壁是誰 基隆跟台北 基隆市也說這個不可以 我還沒看到台北市的態度 因為核災或者核廢料 不會只影響一個縣市 它會跨縣市的 所以現在最不負責任的是 類似徐鎮衛 或者這個嚴寬恆的說法 就說發電啊我們要核電 廢料呢 核廢料給專家去處理 或者現在放對就放對 難道新北市跟台北市民 都沒有意見嗎 我先回來講馬英九 馬英九跟朱立倫 真的在欺負侯友宜 我今天早上來講一個 我都看馬戲團是狗在騎馬 我第一次看到馬 想要騎狗的 就是說這個逆自然界 馬英九他的說法是 把核廢料就放在新北市吧 他就直接告訴你 有啊我那時候準備 先不要講他講對還是錯 他說我們那時候準備 兩萬桶的地方 可以放四十年 他準備把核廢料 就放在新北市的共僚 那請問新北市跟台北市的市民 你接不接受 你這樣講侯友宜怎麼辦嗎 第二個朱立倫更好玩 朱立倫當時核市場的那個 儲存的那個乾式儲存廠 打死都不發劍死罩 那時候他的講法是說 這個沒有核安就沒有核市 然後另外呢 這一個核廢料不能處理 沒有資格用核電 這個是當時朱立倫做新北市長 還講位據名言 只要我在新北市長位置上 絕對不可能同意 現在你沒有做人 換侯友宜當新北市長 他就來推動 所謂的同意重啟核市 這不是一個馬跟一個豬在欺負侯嗎 所以侯友宜當然要回應 不只侯友宜回應 我覺得北台灣的縣市長 都應該要回應這一題 先看馬英九 馬英九笑人家林芝廟侯友宜外行 誰外行 你不要以為讀到哈哈大學 你就很內行啦 哈佛啦 哈哈大學 你知道那一個他講的那個儲存槽 事實上從來沒有拿到使用執照過 從來沒有 那個新北市核能安全兼顧委員會 是比較專業的那一個部分 我們先看一個東西 因為他說 他說低階的核廢在貢寮山上 挖了一個大山洞 然後可以容納2萬桶低階的核廢料 使用40年 然後呢 他講的山洞在哪邊 請教一下 山洞會長這樣嗎 第一個 這是一個 就是 他如果要講的話 是不是應該要先搞清楚啦 我覺得 原子能委員會 新北市的核安委員會 這裡都講不完 有藍有綠吧 講的不會是謊話嘛 第一個答案 報告馬前總統 沒有山洞 第二個 蓋的地方是在 核市旁邊的一個台地上面 第三個 從來就沒有拿到使兆 所以不能用 所以馬英九說我們都準備好了 有2萬桶 可以放在那裡 我有2萬桶可以放 山洞不存在 使兆沒有 然後現在拿到使兆 只有一個人可以同意 那個人叫侯友宜 你這不是要滾侯友宜去死嗎 有這麼殘忍的前主席前總統 對待自己的同志 所以難怪侯友宜會生氣說 我比你清楚 所以真正搞不清楚狀況是馬英九 可是馬英九跟國民黨的朱立倫 所推動的重啟核四 事實上 新北跟台北市民要弄清楚一點 徐真偉那種講法 雖然不負責任 他講的是實話 沒有地方可以做最終處置場的前提下 第一階的核廢料核污染物 是放到蘭嶼欺負原住民 高階的像蘭料棒要幾萬年才能辦摔期的 是放在核電廠裡面的濕氏儲存槽 而且濕氏儲存槽本來可以放三支的 現在變成放到六支 九支 路來路追 密度越來越密 也就越來越危險 每一地方去的狀態下 新北市就變成暫時 但是卻是永恆的核廢料 高階的永久儲存槽 所以我看到新北市的議員 有人跟著喊四個都要同意的 你怎麼對得起自己選民 葉元智 對 葉元智他說他四個都同意 不是他喊完後朱立倫就轉彎 然後他馬上就 我要跟朱立倫認 然後他就覺得說 黨主要怎麼還沒金頭 這個鄧浩講的是政治問題 就是朱立倫跟葉元智看起來是有問題的 因為他把他拐進場之後 自己就轉彎了 就劉葉元智一個人 在給兵洗身褲 阿桑都把他跑掉 但我想這是一個基本的道理問題 朱立倫跟馬英九任內 從來沒辦法處理任何一功課 任何一桶高階核廢料 零 你沒有人力處理 現在說來喔 重啟核四 我以後當總統我就能處理了 那個侯友宜 你自己不夠內行 你不了解 我覺得沒有這麼沒良心的人 難怪傅昆齊 借用傅昆齊的話 你崇禎啊 崇禎皇帝 王國都還曉得自己要處理自己 我不知道馬英九對待這個國家 跟對待自己服務過的人民 到底是什麼態度 毫無根據的話 卻殘忍的要求 自己的從政同志要擔起來 好 委員剛剛有提到 說幾萬年的這個半衰期 對不對 如果是高階的核廢料的話 可是呢 馬前總統說什麼 一公啊 我們規劃可以使用四十年 低階四十年 高階他也四十年 請搞一下四十年之後呢 我們休息一下 稍微回來 好 我們來看針對 重啟核四這個公投案 馬前總統非常非常多次的出面 他要背書 昨天有一場相關的這個論壇 他講說我們在新北共僚 山上挖了一個大山洞 要來儲存低階的核廢料 剛剛有講過沒有山洞 結果呢 我們看到的是 這樣的一些相關的說法 被經濟部給打臉了 我們一起來看 民進黨的能源政策 將國家安全 置於一個危險的境界 前一天馬前總統 為了重啟核四 再次向民進黨開炮 甚至還說早就有準備好 存放核廢料地點 在共僚的山上 挖了一個大山洞 可以容納兩萬坪的 低階核廢料存放 聲稱挖了一個大山洞 放核廢料 但經濟部立可打臉發聲明強調 並沒有山洞 只有一座倉庫 而且這也不是最終的處置設施 這座倉庫位置就在核市場 西側台地上 甚至也沒取得使用執照 所以從未啟用過 當時打死不發使用指導的人 叫朱立倫 你是過河拆橋 把新北市民當作什麼 馬朱在欺負猴了 面對核廢料 拿出具體的解決辦法 這才是有為的政府 就算被馬前總統批評 因為不懂才反對 侯友宜能重申核安擺第一 核市場所在地的在地立委賴品瑜 也PO文痛批馬英九不要扯後腿 應該真心向居民懺悔 而台電董作接受專訪更透露 要重啟核市 絕非黃世修等人聲稱 只需要五百億 台電董作親上活線 用專業直接打臉 雖然馬前總統不斷替重啟核市背書 但論點卻被外界逐一打臉 也讓重啟核市正當性 備手質疑 三人權嚴俊強 周凱恩之小組 台北報導 來 委員你說你還要補一句 我真的忍不住 馬英九明明知道 核安是國家安全之重要 連有沒有山洞都不知道 他幫你保證你會聽錢 對不對 核安很重要 所以他連山洞有沒有都不知道 那個儲存倉庫 連箭矢罩都沒有也搞不清楚 然後出來幫你保證核能很安全 核佳仔他現在不是總統 他在那個論壇裡面 我在理解是說 他既然在論壇上面可以講得這樣 言之著著著 肯定是 那資料還要流行 對不對 他把價格說怎麼真 你知道嗎 你起碼要掀過資料嘛 對啊 如果準備得這麼的充分 那你封個什麼東西啊 你幹嘛封啊 莫名其妙嘛 你四個公投這件事情 你怎麼會好意思出來講啦 三階是你當初拍板的呢 核電是你封存的呢 美牛是你開放的呢 公投是你反對的呢 然後你現在四個都跑出來講 我實在不知道這個人是怎麼回事 而且他在罵林之妙的時候 還講成荷蘭 荷蘭的林之妙 我不知道 你要不要好好的照顧一下自己 先把自己顧好 然後我們再來發表其他意見 這樣子好不好 馬前總統 那國民黨的確我們剛剛講到 因為浩浩背得很清楚 國民黨的這個人是這樣的立場 那個人是那樣的立場 就是說 光是黨主席朱立倫這位劉邦先生呢 他自己的立場就一直跳來跳去 一下四個同意 一下子兩個同意兩個隨便 一下子又回到了四個同意 所以現在搞不清楚 所以你朱劉邦到底是要怎樣 我很難想像說一個政黨的領導人 他可以在短時間之內 反覆的這個推翻自己的主張 而且他講了一句話 他說那個荷蘭要怎麼樣子處理 這國民黨執政之後就告訴你 你有病嗎 你應該現在就大聲的講出來 然後大家就會 蛤 原來有這招 國民黨好讚 民進黨你完蛋了 你應該講出來 讓民進黨整個臉變黑色 超難堪的啊 哪有人要說 這個要我們國民黨執政 我們就有辦法處理 沒有 你就是沒辦法處理 他在執政的時候就是沒辦法處理 不是嗎 對你就是沒辦法處理 你死也不肯發給你那個 那個干涉儲存的見照死照 然後你現在回過頭來告訴大家說 啊我執政就有辦法處理 沒有 你就是沒辦法處理 那所以擺明了馬英九 沒有資格出來講這四大公投 朱劉邦更是莫名其妙 反反覆覆如果你能處理 你早就在新北市長任內就處理了 顯然你也是沒辦法做處理 所以你們還要弄這些公投 然後還講不清楚 到底要哪一個贊成哪一個反對 我真心覺得 你就是在搞亂啊 到底是有多少時間 台灣要被你們這樣子 花這麼長的精神力氣 去亂搞這一招 所以我覺得啦 就是說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政黨 而且看起來你是有意願 要重返執政的喔 你就不可以這樣子打馬虎眼 你就不可以這樣子說不清楚 前後脈絡不一 邏輯不通 這樣子 其實對於劉邦先生來說 我覺得他應該會很生氣吧 來世維哥 因為其實時期點出一個點也對啦 我們現在 我們沒有像政號頭上這樣好 每一個都可以背得那麼清楚 每一個人主張都不一樣 你們那種領頭 就是說有頭有臉的政治人物 每一個主張都不太一樣 而且包括朱立倫自己 一開始四個同意 後來變成兩個同意 好像有什麼樣的壓力 他又轉彎了 那可不可以說清楚一下 現在國民動到底是怎樣 不會喔 朱立倫主席在這一連串的一個說明會上面 我們都得很清楚的一個表示就是 四個都同意台灣更美麗 那我相信朱主席之前也有講了 雖然說我們兩個是我們國民黨所提案的 另外兩個是環保人士跟民間人士他們所提的 但是侯友宜市長跟林志廟縣長 他們或許有他們地方他們的一個考量 但是呢 他們如果說對於另外兩個不是國民黨所提的 那當然主席就講予以尊重 但是如果說以大方向來講的話 國民黨的一個立場就是我們四個都同意 台灣會更美麗 所以說這個沒有任何的一個走鐘 或者是說大家的意見分歧 那你說在新北市也好 如果沒有走鐘 會有馬前總統出來吐槽 跟他們說你們兩個都沒辦法 正好也不用講說 你侯友宜要退黨怎麼樣子 我相信我們都講了 另外兩個不是我們國民黨黨部所提的 那我們當然都是尊重 所有各界大家的一個看法 那或許馬前總統他在講說 這個侯市長跟這個林志廟縣長 他們好像不懂 其實我覺得講說應該不是講說不懂 對於政治人物行政首長來講 沒有對於這四個公投他們講說不懂的 或許他們會有地方的一個考量 我會覺得講說這是比較具體的 那你說核廢料最終的一個處置 現在科學時代可能不計那個 但是以暫時儲存的一個地方 你說核一廠核二廠核三廠 當然他們用的時間比較久遠 那之前的都是儲存在蘭嶼的這個儲存廠 那其他的呢 他現在都是在現有的這個核能電廠 來做這個幹事的一個儲存的一個部分 但是回歸來 私事的或幹事的都有 但是我還是講 你今天台灣用電的一個政策 他已經碰到了這個 大家必須要去思考的 如果假設他們今天縣市首長 他們對於公投的一個結果 同意或不同意 我相信他們都會尊重 如果今天同意了 核是可以重啟的 那我相信大家可以去探討講說 這個建造或使造它的一個核發放 它必須要怎麼樣來做處理 那如果說不同意了 那好 那今天大家的一個能源 這個台灣的能源政策 電力的一個思考 大家也是要去做面對的 我會覺得講說 透過這一次的一個公投 然後不管講說是藍的綠的 大家在做這個說明的時候 我會覺得講說 避免咬文嚼字 講一個比較白話的 讓民眾能夠聽得比較懂 你說要去面對 那我們來看看 這邊有做出來 是說2012年的時候 馬政府公告在金門的烏丘 還有台東縣的達人鄉說 我們這個低階核廢 可以放在這邊 建議長子在這邊 地方反對 那現在說高階核廢的部分 到底要放哪裡 最重處理市場 諸多嚴格選址的條件 要包括地質要比較堅固的 要穩定的 還有沒有地下水 不會滲水的問題的 那現在說 新北 宜蘭 花蓮 台東 屏東 澎湖 金門 有七個縣市反對 我覺得這不夠精準 全台灣找一個管理說 好 你這裡的核廢料 高階核廢料來 你就等我們到 你就等在我這個執政的所在地 應該是不可能吧 所以我請教這個博偉 我幫你請教 因為你說不可以叫3Q哥來 他削我一點點 來 博偉我幫你請教 所以你怎麼樣看 照不太好 馬憲總統還去頂說 你這個侯友宜 林姿廟 你根本就不滿 到底是什麼不滿 新還是你貴還是你 誰面倒貴 就是國民黨現在目前在做的工作 什麼意思 你當時核四封存的時候 馬英九言之作作 這個東西目前可能沒有辦法使用 我們把它封存起來 而且另一方面還指控 蘇貞昌在擔任行政院長的時候 追加預算 是民進黨挺核四 大家可能不知道 我會來參選立委 顏寬恆會被我打敗 馬英九也推了一把 在2014年那一場朝野對話 蘇貞昌進到總統府 跟馬英九總統 來這個談核四封存的問題的時候 有人在中國工作 那個時候還請台灣的同事 把它剪成十四段壓縮檔 然後寄到中國之後 E-mail到中國 我再把它解壓縮看 一邊看一邊 完全不能理解 我坦白講 如果台灣是一間公司的話 這兩個人的對話 是在拖本公司的後腿 一邊是在講 我覺得應該要停 當時蘇貞昌的要求是什麼 是停工 馬英九的訴求是 我們要蓋完再封存 蓋完再封存追加了幾千億幾百億 我就不知道那個錢是要花來幹嘛 那另一方面 吳敦一在後面講說 蘇院長當時是你們追加預算的 資料一查 嘲笑也大 不得已 立法院決議要通過這筆預算 行政院擋不住 所以當時時任行政院長 只好把這筆錢拿來 讓核四繼續蓋 所以你去看那一場對話 我這邊建議邀請大家去看那一段影片 你會發現馬英九跟吳敦一 那一天整個對話的過程就是 我不想用核四 但我要花錢把它蓋完 蓋完之後我再把它冰起來 而且是蘇貞昌叫我這麼做的 哇那神經病 我根本就 你真的看完那一場 你會覺得如果你是老闆 你完全不知道這場會議到底內容是什麼 開了半個小時一個小時沒有任何結論 最後還是用這個朝野都過半的情況下 全面執政的情況下硬是把它推到完工後封存 各位啊 完工後封存 我花錢 蓋這樣 蓋之後說 沒有這個我沒要贏 什麼意思 當時馬英九就覺得自己帥帥的 講什麼台灣人都要吞啊 對啊他也忘記那個時候太陽花剛結束而已 那不重要沒關係 我們講核四 講很簡單 我們去講什麼發多少電啊機組怎麼樣製造上停產 有些太複雜大家聽不懂 我簡單講 我們今天齁 在座如果 隨便 假設你是台北人 我現在簽一台二十年的老車給你 從來沒有開過也沒有發動 叫你開去屏東你敢不敢開 二十年的車二十年前可能是什麼 艾快羅咪喔 什麼 OPPO天王星 對對對 二十年沒有發過 就算它是新車二十年沒有發動過 叫你明天開去屏東 你敢不敢開 有一個房子二十年沒人住 二十二年沒人住 裡面有可能生鍋 老水 毛巾 你如果在台中還會被 枕皮做給我 所以這些東西 你敢不敢住 二十年沒住的地方 你敢不敢住 那如果你都不敢住 不敢 二十年的車也不敢開 那二十年的核電 你為什麼會覺得 現在是重啟的好時機 你如果自己都不敢做這些事情 二十年陸陸續續這樣子蓋 零件科技一代換過一代 中間我們不要講它 這已經超過拼裝車了 還要變台肉店了 你知道嗎 你完全不知道它到底是怎麼組合起來 然後你現在跟我說我要發動 發動的時候 北北基陶加宜蘭 可能會受到影響 全台灣也會擔心 包含地震的問題 包含儲存的問題 要放哪裡 我們知道高階現在放在核電廠 低階放外面南嶼 南嶼人到現在還是不知道 為什麼要當初要決定在這邊 有沒有人跟他講說 不好意思烏尾廠 我收回來重新再決定一次在哪裡 也沒有啊 就地合法 那個好像垃圾廠蓋一蓋之後 以前騙他們是罐頭廠 對啊 騙他們是罐頭 對啊 對 政府是不是應該要出來講 我們收回來重新 我們先辦核廢料公投 再辦核式公投 對不對 我們藍嶼這一批先處理 大家都不要 這是事實啊 那你 明明國民黨的幾個縣長說 我覺得這個不適合在這邊 剛剛世維兄也講得很好 國民黨世維 他現在在講的事情就是 這幾個縣長 他們覺得民意上可能有困體 他們有地方的考量 你中央出來這樣子講的時候 你們中央是不打算執政喔 你用 現在很明顯 地方的首長已經跟你講 這個不適合 然後中央也沒有打算規劃 也不知道要放哪裡 然後核四出了問題 也不知道怎麼辦 但是就跟地方唱反調 那國民黨是不打算回來的嘛 講到錢啦 我們來算一下 補充一個資訊 是重新核四公投 政方代表說 重新核四只要花五百億就好了 其實我們光是蓋啊 就前後蓋了大概三千億左右對不對 兩千八百億嘛 然後呢 台電董事長楊威虎 他在接受廣播專訪 他在講說 我用米國 用米國來做一個例子 美國近期核電廠重啟為例 花十年的時間 新台幣一千億 然後他去想說 如果我們核四要重啟的話 花費的費用 再去評估一下 他認為就是四個字啦 天文數字啦 天文數字完了 還是核廢料不能處理嘛 天文數字 沒有沒有 委員我跟你講 核廢料能不能處理 黃世修說什麼 黃世修說 我敢跟你賭很多人會搶著藥 這是什麼邏輯 不是 我們在場這麼多人 有沒有要搶著核廢料 我跟你講 不至於到搶 國民黨的尊重名義 是把政治來處理科學問題 核四或者核廢料它是科學問題 我舉個例子 剛才講蘭嶼 那多空呢 你核廢料放在蘭嶼的是低階的喔 是用過的手套 帽子 防護衣喔 你知道放多久嗎 光那個要恢復到正常值 要靜置在蘭嶼三百年 光低階的 然後呢 一些高階的污染物呢 是濕氏儲存槽放十年 就要移到乾氏儲存槽 要放四十年 乾氏儲存槽 新北市 台北縣不敢發建造 所以一直放在濕氏裡面 那是危險的 那乾氏儲存槽四十年 四十年你總得什麼 沒有 接下來要移到最終儲置廠 放多久你知道嗎 如果是α放射物質 要一百萬年 其他的有的要數十萬年 你沒辦法處理 你現在告訴大家說 尊重民意啦 什麼同意就更美麗啦 我相信 思維的內心深處 沒這麼沒用心啦 你告訴我啦 重啟核四 新北跟台北會更美麗嗎 有能力處理這問題嗎 那個不是投票贊成 核廢料就消失了 投票反對 然後核廢料就會存在 不是 他就扎扎實實在那裡 無法處理 至於原來國民黨 要送到法國處理人 Ariva公司 國民黨 佔多數的立法院 立法委員 都不敢投贊成 把它否決掉 為什麼 花了一大筆錢 如果要送到法國 把它固化之後 不好意思 還是要送回台灣 然後它半衰期 一樣數萬年到百萬年 那什麼改革方法 所以這是一個科學問題 不要拿安全跟人命跟核廢料開玩笑 好我們休息一下 稍後我們來看 是因為發生就是說 超商店員勸人家戴口罩 結果去用台詞的這件事 我們看到是顏寬恆 他在臉書上洋洋洋洋洋洋寫了一篇 但是為什麼他在講說 小英總統蔡阿姨 你的社會安全網在哪裡 可是那一篇臉書文卻是被酸到爆 為什麼呢 我們休息一下稍後回來 好我們來看 因為那一個事件 就是我說超商店員 然後他被這個 就是他勸導人家說 你口罩要戴啊 結果沒想到竟然發生了不幸的這個事件 然後呢 顏寬恆他就借題發揮 他就說 蔡阿姨 社會安全網在哪裡 可是呢 很多人就覺得說 哎呦 你顏家有資格來質疑這件事情嗎 大家都酸度破表 那我請教鄭浩怎麼樣來看這個事件 我覺得全台灣絕大多數人 都可以要求行政首長 或是總統 或是行政院長 或是內政部長 或是行政署長 針對治安 去做這個所謂的加強 可是問題是顏家 大概沒有什麼資格 因為顏家網友留言 你本身就是社會安全網的破口 然後還有網友說 你落選的話 這個社會安全網就補上 為什麼 原因很簡單嗎 因為顏家社會安全網 跟我們大家概念完全不一樣 第一件事情是 顏清彪在當審議員的時候 一個道上兄弟要跑路 打電話跟顏清彪 要一些跑路費 一些路費 結果呢 彪哥怎麼處理他的社會安全網 照理來說我們就打 打掉給警察 報警 然後叫警察來保護我們等等 沒有 彪哥叫他的小弟去山上 拿大罐的茶葉 跟小罐的茶葉 然後呢 說老闆要喝茶 事後呢 在這個檢察官解密 大罐茶葉 講的叫做衝鋒槍 小罐茶葉叫做手 所以他的小弟呢 拿著大罐的茶葉跟小罐的茶葉 在服務出 看到那個人開一台VOLVO的教授罐 衝出去對那個VOLVO掃射五十多槍 整個VOLVO被掃射成這個這個 這個彈孔就跟蜜蜂馬蜂窝一樣 VOLVO為了落跑還丟雞爪釘在地上 然後他小弟在後面繼續跟 這不是電影情節 全部寫在判決書上面 這是顏清彪 彪哥那時候的生物 後來呢 彪哥被檢方呢 以殺人未遂還有非法持有槍械起訴 但是因為沒有辦法證明 他這個開槍是這個彪哥下令 彪哥可能只叫你保護我啊 沒有叫你開那麼多槍嘛 可是呢 持有槍械的部分 因為大罐茶葉 我再講一次叫做衝鋒槍 小罐茶葉叫守槍 彪哥被判三年半的刑定驗 那這些事情是確定的喔 然後呢 甚至呢這個東西 這故事也是有嘛 彪哥的社會安全網 他的二兒子叫做炎仁賢 炎仁賢有一天就是 跟一群朋友去吃早餐 通常去吃早餐 原因是什麼呢 很簡單就是 玩一整個晚上餓了 然後吃完常常回家睡覺 你現在講話 我都會開始存疑喔 你剛剛說的茶葉不是茶葉 你剛剛講早餐 我在想到是不是真的是早餐 真的是早餐店 真的是早餐店 結果呢在早餐店的時候 進去的時候 跟另外一夥人起衝突 因為大家其實喝了酒 都很容易起衝突 其實你醒來後 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發生衝突 結果呢 炎仁賢當然大尾啊 過去說我是炎家 我炎家二公子耶 想去調停 結果對方更大 對方是個道上角頭姓翁 直接呢 現在直接就 直接嗆他 然後把炎仁賢打一頓 然後叫炎仁賢站在旁邊罰戰 然後他說你大尾啊 然後打他一頓 然後打他一頓 他不知道他是炎仁賢嗎 他知道是炎仁賢 然後他說 你現在是大尾喔 然後就揍他一頓 表示說他跟他飆哥其實是 你知道 他備份 你是小孩小屁孩而已這樣 然後炎仁賢罰戰囉 太子爺罰戰 後來是炎寬人去把他救回來 結果呢正常來說好遇到這個 你的社會安全網是什麼 打掉給警察嘛對不對 就飆哥的社會安全網 請中部另外一個角頭 把這個翁姓大哥叫過來 翁姓大哥下跪剃光頭道歉 這是他們家的社會安全網 這奇怪 你的社會安全網 怎麼跟我們一般人都不太一樣呢 所以說我覺得啊 就是說當然呢 嚴家的背景不能怪人家 如果都是合法 其實叫人家下跪剃光頭 也是強制罪也違法啦 但是你事實上 如果原則上都沒有 那個侮辱性極強 比打你的侮辱性還要強耶 傷害性不大 但是侮辱性極強 後來這個翁姓的角頭 在自己家裡 跟一群警察炮查的時候 有人衝去把亂槍射死 那大概跟標根沒有關係 我只是說他們的社會安全網 就是這麼的複雜 因為你那個翁姓角頭 名字亮出來 大家都知道哪一件事嘛 對 大家都知道 所以他們的社會安全網 就是這麼的複雜嘛 那我的意思是說 好了 那你面對到這個東西 其實一般人當然都可以去質疑這個說 這個蔡英文總統啊 或者說警政署長 你應該多這個負責一點 可是第一件事情是 第一個 那個時候台中發生 被人家拿球棒打的事情的時候 你言寬恨有沒有去質疑盧秀燕 這個標準應該要一致吧 地方治安負第一線責任是地方首長 然後上面是警政署長 內政署長再來是總統 所以說對於你來說 你有沒有當同一個標準去質疑盧秀燕 如果沒有的話 你現在只是因為為了選舉而 為了選舉而做議題的操作 第二件事情你講社會安全網 坦白說我覺得啦 你們少做一些事情 大家就會安全很多 我覺得這個安全網就會hose很多 我覺得大概是這樣子而已 好 我們看 這有一個律師他叫做謝孟宇 然後他說誰都可以談治安 但是你言家真的沒有資格 光是他寫出來這個是有憑有據的 判決書上都找得到的 包括這個喝花酒的事件 還有曾經有一個這個姓蔡的摩鐵大亨 被辱人勒署的案件 然後在交付贖金的地方是哪裡你知道嗎 是在顏寬恆服務處的造卡 在那邊 然後呢還有曾經有一個這個 去殺人未遂案子的嫌犯叫做黃青火 他把槍藏的地方藏的就是在 顏寬恆經營的冰冷大 這些故事都歷歷在目 所以他說誰都可以談治安 但是你言家真的沒有資格 我們先休息一下稍後來 當顏寬恆在酸蔡阿姨社會安全網 跑到哪裡去的時候 那因為有非常多網友在酸他嘛 顏寬恆也有很多內心話他想要講 他說什麼呢 難道爸爸犯過案我子女就是有罪的嗎 我們清楚來看他的論述是什麼 他說如果姓嚴就不能夠關心治安 因為爸爸曾經犯過案 那現任市長或市議員是否也應該 在這樣同等的對待之下 大家通通都不能夠參與政治 如果因為爸爸犯過刑案而被連結 子女就被認定有罪的話 這都不是良善的 你們不能有這樣的想法 這些想法這樣的說法 是不是太過偏激了 你要自己去想看看 然後他對有網友在嘲諷他說 嚴家關心治安是諷刺 那顏寬恆說尊重 那希望治安能夠變好 大家就能夠安居樂業 可是他這樣講 爸爸犯過案難道我子女就是有罪嗎 我們再回過頭來看一件事情 說那個喝花酒一般人也在現場 來時期我來請教 我們剛剛有講到說花酒案的時候 其實他本人23歲就跟著爸爸 違法使用特別費 上有女陪式的酒店喝花酒了 那包括他叔叔也曾經有一個 他去刀三港橋 他去刀三港橋 可是這個被勒俗的人 最後交付贖金一個地點 一個是在嚴寬恆服務處的廚房 你到廚房有給人去過嗎 這是蠻詭異的一個狀況 然後另外一個地點說是跟彪哥有關 在什麼鞋對面 嚴親標的住處的什麼的鞋對面 很奇怪 為什麼人家去犯案 然後擄人勒訴 藥俗金都是跟他們家有關的 我不太能夠理解 所以這個律師又講 寬恆 你不僅是愛講插話 你根本不懂社會安全網是什麼 社會安全網的目的是在於 要找出需要幫助的人 看什麼人的身心狀態不是很OK 或是怎麼樣需要被關懷對不對 不是你口中說要網住的不孝分子 來 施琦 寬恆做事不要講幹話 你就是在 欸欸欸欸 施琦 我們那個插話 插話 不要教壞小孩大小 我們要討異 他們印在面子上 對 他候選人都可以講了 為什麼評論人不能講 寬恆 你這個就是擺明了在講插話 有人 有網友就形容說 嚴家講社會安全網 就好像可比習近平講人權 習近平講民主 這要笑掉人家大牙 然後呢 現在大家開始質疑你的時候 大家提出一些疑問的時候 欸 你這個時候怎麼又變不孝子了 都是爸爸犯的錯啊 所以兒子很清白 不是 不是這樣的 你18歲就跟你爸一起去喝花酒 用公款 所以你跟你爸是綁在一起的 那如果你爸跟你要這樣子 你要這樣子切割的話 那你要不要交代一下說 那你26歲為什麼可以買那麼多的豪宅 你上億元的這些錢 是從哪邊來的 你要不要交代一下 那為什麼這個檳榔攤可以有槍 為什麼你的服務處可以交付這些俗金 你這個時候想要做切割 我覺得都實在笑掉人家大牙 所以你要談社會安全網這件事情 其實網友們的嘲諷 我覺得某種程度是可以理解的啊 因為你們家恐怕就是那個 一個很大的一個破口嘛 剛剛鄭浩在講說 你們嚴仁賢當初跟黑道在這個 早餐店門口 因為這個停車的糾紛 然後被人家暴打一頓 然後被人家這個在馬路上面罰站 後來嚴清彪跑去找了署長 這個王卓軍 然後王卓軍 這個台中市警局 你們這個要好好地處理喔 台中市警局就找了六個分局喔 一起召開這個說明會喔 我們一定要防止黑道火拼喔 所以警察也在擔心你們兩大黑道在那邊火拼 然後你現在回過頭來跟大家說 齁這個蔡阿姨你社會安全網 你知不知道你們家就是連警方都頭痛 警方都要嚴格控制 怕你們黑道在火拼造成更多的動 這樣子的一個對象 你有沒有一點點這個自我意識啊 所以我覺得就 此地無銀三百兩 你現在在那邊質疑說社會安全 我覺得都是笑掉人家大牙 你不是搬石頭砸自己的腳嗎 所以如果你今天要證明 你這個候選人清清白白 過去的一切呢 其實我爸爸都已經這個處理了 爸爸曾經有犯罪了 然後當初他幫我擺平這個行車糾紛的這件事情 其實是用了私刑 是沒有在管社會上面法律秩序的 是直接叫中南部的黑道大哥下跪 然後剃光頭的這些做法 這些都已經過去了 我從現在開始跟爸爸完全切割 那也可以啊 那你就切啊 你把財產的來龍去賣交代清楚啊 要切切乾淨一點 切了之後損失很大 好的時候要錢的時候都找爸爸 然後呢被人家質疑你們嚴家的時候 然後切割切割那個都是爸爸的事情 然後你都沒事 沒有這麼便宜的啦 候選人你必須經得起考驗 你當初怎麼樣子檢視我旁邊這個人 現在人家就怎麼樣檢視你 合情合理 而且我還是要奉勸寬恆弟弟啦 就是說當你在面對這些國會議員 層級的訪問的時候 不要找一個發言人在旁邊 齊齊叔叔齊齊叔叔 當你在發問蔡阿姨你的社會安全網的時候 你有沒有想起來 你現在要選的是立法委員喔 立法委員可以在社會安全網上面 做怎樣子的補強 然後證明蔡阿姨的漏洞 好歹你講個兩句嘛 講個兩句出來聽聽啊 讓我們知道其實寬恆有料 不需要人家提詞 這樣子不是也可以讓你選情加分嗎 你就講不出來嘛 然後只會做這種打高空式的 然後減便宜式的發言 我覺得就真的很沒料 可是時期我在請教 有人在講 我們是不是用一個別的觀點來看 為什麼顏寬恆那邊會出這一招 有人說其實是高招 因為本來在檢視的是財產的這一塊 然後最後可能你不講財產了 你開始講別的事情 因為你被我帶著議題的這個方式去繞著走 沒有人會被他帶著議題繞著走 他的財產仍然是一個大問號 而且顏家的這個競選風格 我覺得很奇怪 他總是拿自己的短處